香港占中行动如野火燎原 十多万港民愤怒地走上街头 这次主要因为中国人大常委会突然决议 2017年的特首选举 参选人名单仍然必须要先经由 中国所拣选的1200人提名委员会 过半数通过才行 这无疑是玩弄了原先对于香港人民 所承诺的一人一票的民主普选 怒不可疑的港人于是在9月28号 走上了街头 但这次香港警方选择用辣椒水 甚至催泪弹和橡胶子弹 打在自己的同胞身上 事实上香港主权自英国回归中国 17年以来 许多香港人认为 香港已经不再是从前的香港了 失望之余他们选择出走 香港正在掀起继97之后 最大的一波移民潮 而其中有不少人来到了台湾 带您看他们的心声 这次香港的台湾以来 规模最大的人民运动 这次香港的台湾以来 事隔不过三个月 2014年的9月28日 香港人为了争取特首普选 再次愤怒地走上街头 而警方为了镇压 甚至发射了催泪弹 打在自己同胞身上 回归中国后的香港 政治民主与经济环境 不如从前 让许多香港人对中国非常反感 累计不满的结果 不只让香港人游行抗议 还激发出更多香港人 想要移民 出走香港 而他们的目的地是台湾 阳明山这个地方有北部嘛 所以呢 这个时节夏天它比较少叶菜类 中南部会比较多 因为现在太热了 但是这边有一些瓜类还不错 那他们的地除了这一片以外 还有后面好几片都是他们是零星的 镜头一转 从香港中环来到台湾阳明山 穿梭在阳明山小菜园里 找寻台湾食材入菜的 是香港名厨余伟金 以及点心名师吴满泉 没有吃吧 就是了 我们都是炒过 不然就拿回去炒一炒看看 散炒 对 散炒 是散炒 这个好吃 这个好吃 好吃 太滑了 那你要不要买一些回去晚上来做菜 嗯 清炒味道不可以 可以啊 我没有炒 那有立决吗 够了 余伟金的来头其实不小 被誉为香港名厨的他 在香港的许多知名酒店 都担任过主厨 很有想法的他 最擅长的就是以各国新食材 带入传统香港菜 2011年当时39岁的他 更带领了香港的餐饮团队 以一道东方夜明珠的香港菜社 夺下米其林二薪殊 这么具有香港代表性的他 说是香港之光也当之无愧 但在香港被中国一国两制的今天 这位香港之光也选择离开了香港 来到台湾 理由有两个 一是香港已经被中国弄糟了 而台湾还有发展的空间 而是因为生活文化差异小 事实上比较没有问题 平均一天 在香港给多人来 可以给150个人来 定住 每一天 不是一个月 那你自己来想一想 一年里面有很多人 但那么多人来这里 又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他们也要生活 钱从哪里来 香港政府给他们 是不是这样 所以 香港人现在在看这个东西 也是很不高兴的 反映过很多事情 也是没有什么回应 没有什么东西 香港跟台湾有什么分别 其他一点点 其他一点 有个东西其他一点点 清火 又少的东西 其他一点点 基本上来说也差不多 很多香港人也很喜欢来台湾 没有什么 余伟金看的是 台湾的高端消费群 越来越多 因为他走的是精致料理 对比平价小吃 所要观察的环境 其实不禁相同 像余伟金这类的人才 所要的是 预期性的高经济消费市场 而这样的市场 得要有足够稳定的大环境 做基础 相较香港与中国 台湾的开放 民主 公民高素质 都是吸引他们来台湾发展的原因 说到公民高素质 余伟金就和我们分享了一个 他曾经在台湾的计程车上 掉了手机钱包 结果计程车司机竟然十惊不昧 完整送还给他的故事 而这件事也成了他 决定来台湾发展的原因之一 感觉是 为什么手机可以打到他来 当时也是很开心 不是因为手机是多少钱的问题 是这一种事情的可能性 才知开车他拿送给你们 送给我 送给我 就是这样 所以你觉得 台湾的健身实际素质很高 没错 我从来没有听过说 坐在香港里面坐自制车 手机在自制车里面 有人会冷几点 我从来没有听 台湾的人情味农世界有名 但当自己实际体验到 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 李温基 台湾知名港市茶餐厅的老板 来台湾三十多年 在这里娶了台湾媳妇 生了两个小孩 早就适应了台湾的生活 对于台港两地的不同 最有深刻感受 尤其说到这些年 香港回归中国 一国两制之后 香港的环境 一日不如一日 他更是清楚点出 港人的心结 我们这两年是因为 在台湾发生 香港的经济越来越多 可能就是对台湾的政治 我们的生活环境 各方面 台湾的进步 台湾的开放 会吸引到香港人 对台湾的恩 以前香港人对 政治观念是没有的 但是因为 中国大陆加在香港之后 那我们会产生一些 自保的关系 香港对这个方面 是感觉到很不公平 因为 中国政府在政治上 他们是有记忆的一套 其实 如果现在在香港 一些信心出来的 都是觉得 就感觉到 中国政府是比较专制的 民族都不公 打动中共发生事 民国朋友 民国朋友 六条韩子 六条韩子 九七香港回归中国 中国虽然保证 香港马照跑舞照跳 五十年不变 但是如今看来 承诺一再变掉 现在香港每逢重大选举 许多财团为了利益 会主动向中央靠拢 支持亲中候选人 居中协调 派人拉票 如果中国资本在的话 他们其实在香港也有票 可以去投 我去选哪个人 哪个人去当这个议员 这样子 所以就可以看到 他们是越来越有一种 除了经济上面影响 他们也同时可以影响 政治的决定 但是我们就看到 现在香港的政府 就是说 我就要全面向大陆去 依靠 就是放弃我们的民主 放弃我们的自由 无所谓 而这次香港人民占领 中环 金钟 旺角 湾仔等地的起因 则是因为北京政府 在香港基本法中 曾经承诺 让港民2017年 新鲜港人期待的一人一票 人民普选精神 相去甚远 其实这种政治上的牵制 也影响到经济 甚至是艺术文化的创作 尤其是香港与中国签订 SEPA 经贸协议之后 禁居中国市场合拍的电影 必须通过中国官方审查 相较于香港本地卖作片 最多只有六七千万港币的票房 中国市场动辄一两亿甚至更多 部分香港导演为了生存 于是放弃原本天马行空的创作 迎合了中国官方审查制度 香港特色是白无禁忌 天马行空 有很多意识形态的东西 都会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比如说我们香港以前拍的 什么《葡萄仔》 鬼片 《葡萄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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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以前的 就是旧的香港电影 我们还都还比较喜欢的 很多非常经典的 其实现在有蛮多不错的 只是可能在内容上 可能大家就比较敏感 可能会去了中国去拍片 可能会受到各种限制 可是现在有很多都是合拍的 你刚刚说的 哪些其实跟我们口味是不一样的 当香港不再是香港 让很多香港人想移民台湾 依据移民署的资料 近十年来港澳居民申请来台人数 包括读书 工作及定居申请 在去年2013年达到历史新高 共集有5245人和可宜居 比起2004年的2275人 十年来成长了2.3倍之多 换句话说 香港正在掀起 即1997之后的第二波移民潮 97之前 港人离开是因为害怕中国 如今 港人离开是因为厌恶中国 中国两个字对香港人来说 一直是个沉重的课题 我们的感受 反正外面也没法接受 没法感觉 其实香港人是一个孤儿 像我们香港很多人都会影响丢职 我们没有国家关联 因为中国政府以前不说不要我们 英国政府辞职民地 它即使在南京街 它只收租而已 它都在香港里面 缴税缴什么OK 其他你们记录 像台湾人一样 我不会你 你去中国还是去台湾人 那也是台湾人 那你问大部分的香港人 你问他是中国人还是香港人 可能大家都说是香港人 对啊 因为对土地的情感不同 对土地的情感不同啊 对土地的情感不同啊 对现今香港也有所感慨的 是不到三十岁 算香港年轻一辈的练博康 香港大学毕业之后 到瑞士读饭店管理的她 现在娶了台湾老婆 定居台湾 对台湾她适应得很快 但对现在的香港她有话要说 讲这个小时候 什么迷敦道 香港的迷敦道 坏些就是那个海港城 你知道吗 那边就是 那边 本来没有那么多 全部都是珠宝店 什么的 因为香港他们就是要赚 他们哪些人就是钱嘛 就开珠宝啊 药材啊 所以令到就是 其实香港现在很多小店 都没有了 人家财团 他们不会说被迫你了 就家里住啊 那家里住 炸到你顶不住了 那他们就倒掉了 聂伯康说的开放自由行 的确是问题重点 开放路客自由行前 香港一年路客数 大约是六百万人 但开放之后 路客人数 一下子暴增到四千多万人次 暴增的路客 虽然刺激了香港的经济 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通膨 交通堵塞 住房租金暴涨 治安变差 非法生育等等问题 最后甚至演变成香港人 与中国人尖锐对立 五十万港人走上街头的局面 眼见问题严重 香港特首梁正英 也曾经抛出 将减少甚至停止 路客到港自由行的想法 只是消息一出 香港的消费零售股 立刻应声倒地 过度依赖中国的香港 如今落得骑虎南下的局面 根据香港大学最新的民调 在中国人大常委会 决定变更香港途选框架之后 只有三成六的香港受访者 会持续信任香港特区政府 不信任的高达四成三 信任度净值为-7个百分点 对于中国政府的信任度 更加是一落千丈 不信任比率 急增了11个百分点 达到5成2 信任度净值是-22个百分点 这是香港主权回归中国后的 历史新低 中国一直以来都有 地权的信仰与基因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 不该不懂 但如今看来民心向背 香港人用实际的行动 告诉了中国政府 他们的统治学还得重修